向祖父馬利安行三鞠公里 前總統馬英九 宴中滿滿淚水 因為這是他人生 頭一回踏上家鄉 湖南的這塊土地 祖父坟前馬英九 用家鄉方言 長沙話念幾文 字字句句都透露著 對家鄉之情 馬前總統速度哽咽 難言感動情緒 一旁的大姐螞蟻男 更是拿出手帕不停示淚 而一旁陪同的 還有二姐馬乃希 三姐馬兵如 以及四妹馬力軍 今天來看到 我祖父的分 內心非常感動 我們這一家子 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八歲 馬家子孫 家庭教育沒有失敗 向祖父並告馬家子孫 形勢依照祖訓不敢妄為 而第一次回鄉 鄉親們也給足面子 湖南子弟回來了 周東那到處都是滿滿鄉親 大火想看看這位來自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 不僅湖南鄉親很熱情 湖南省政府更是高規格動員 光是鞭炮人放就長達兩分鐘 另外馬力安墓碑重新清理 一旁還架起高台 就練行走的步道 重新鋪設薄油 臨人先狹窄的水泥路 夜用十目加寬 面子李子統統到位 就是要讓馬英九返鄉 冰至如歸 睽違七十三年首度踏上 祖父家鄉這塊土地 有生之年 馬前總統的仿中之旅 一元尋根祭祖夢 靜雄王廷 郭彥廷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